立委許曉昕被外交部提告洩密 但是捷克外交部官方刊物 早就揭露相關內容 許曉昕大酸無召 謝說這是一張陷阱卡 我們把時間交給陳佑 回到現場 我們今天邀請到立委許曉昕 來到了現場 委員早安 早安 大家好 我們可以看到庫洛米的筆記本 現在一筆一筆 不知道要記得多少人了 有關於這個台傑之間的密約 那委員公布之後去質疑 這背後一千萬美金的金流 然後被吳釗蟹告了洩密 可是後來就發現 他那個密約裡面的內容 其實捷克的官方早就已經公開了 為什麼在捷克不是機密的東西 到了中華民國變成了機密 我們的外交部在濫用機密嗎 但是吳釗蟹今天跟大家說 可是他那一份報道裡面 並沒有公布實質的MOU的 備忘錄的內容 其實如果真的要講說 所謂的MOU有沒有被公開過 在當初簽署的時候 雙方就拿著那兩張紙給大家拍照了 不是嗎 所以我所公布的所有內容 都不超過於捷克 他在外交期刊上面 所公布的內容 以及外交部歐洲師 所公布的內容 完全不超過 那其實我在公布這個 就是有被遮蔽過 我有刻意把與案情無關 然後跟條文有關 然後跟目前揭露 就是公開資訊無關的內容 全部隱蔽的情況之下的公文之前 我就已經知道 捷克已經有把這些東西放上網了 所以這其實是一張獻金卡 我只是想知道外交部會做什麼反應 那為什麼我會 就是你說我鋌而走險也好 做到這一步 是因為我沒有辦法接受外交部欺騙全體國人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 我最先在委員會質詢的時候問他 那我們援助烏克蘭多少錢 一億美金 然後我問他說 那是不是大多都是透過第三方國家來協助 他告訴我是 而且也提到了捷克 那我就說後續我還有其他問題在問你 那因為我要問他其他的事 然後後來他就開始跳針 然後大家只看到了 他說告我藐視國會罪 告我藐視國會罪 但其實我們當下就在談烏克蘭的事情了 那後來有媒體他有看到這個影片 所以他打電話來問我有沒有其他的細節 那我當下是沒有透露的 我只說我們跟烏克蘭的援助 明明過去可以直接的交付我們的資金 給烏克來幫忙他們 可是現在要透過第三方 透過第三方也沒有關係 可是是不是透過第三方之後 還有另外一個第三方 那再另外的這個第三方 他可能是企業家 他可能是支持執政黨或是反對黨的金主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這筆錢他就很難以監督 我話只講到這裡 結果我話講到這裡之後 在週六的晚上11點 外交部出了一篇梗圖對我進行人身攻擊 你說許巧欣說的話全部是空穴來風 造謠抹黑 我們國家跟第三方國家的互動 援助是百分之百的公開透明 是這句話惹毛我的 因為從頭到尾我就知道 不是百分之百的公開透明 根本沒有公開透明 我覺得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我怎麼能夠容忍外交部透過蓋了一個密字 就覺得他可以跟全台灣人民說謊 如果這樣子是可以的 那以後我也把蔡英文或賴清德的名字 蓋一個密字 我們全台灣的人是不是就不能再直稱他的名諱了 這還是一個民主國家嘛 所以外交部甚至於國防部 他們本來就長期濫用密件 而且這只是一份密等文書 它不是國家機密 這不是國家機密 國家機密是什麼 國家機密是我們開秘密會議 所有的文件擺在桌上 然後結束的時候全部都要收走 不能錄影錄音不能拍照 它只是一份密等文件 甚至捷克的政府3月26號就公布了 我很早就掌握這件事情了 所以是因為外交部 他可能當時吳釗燮覺得很沒面子吧 都被我這樣質詢 所以想要透過這個梗圖對我人身攻擊 但他犯了一個錯 他可以攻擊我 但他不可以對全中華人民的國民說謊 他說百分之百的公開合作 所以我必須拿出文件的理由是 用一千萬的美金透過捷克來支持烏克蘭 我同意啊 可是中間我們又要捷克回來採購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也就是三百萬到四百萬美金的衣材 我也不反對啊 只要讓台灣的優秀藝材能夠幫助到烏克蘭 這是大好事啊 可是為什麼不是由台灣政府 用我們的政府採購法 採購完畢之後請這個單位提供給烏克蘭 為什麼不是 捷克的這個單位可以提供清單啊 他們最了解烏克蘭需要什麼嘛 他們提供清單 我們開標領選 所有的公開的衣材廠商公平的競爭跟參加 選出最好的品質的東西提供給烏克蘭 為什麼不這麼做 但是我們只把這一千萬美金打給了 一家CHTI 現在政府一直說那是慈善團體 不是 它不叫做慈善團體 它只是非商業的團體組織 它裡面就是集合了很多的商業公司 共同組成 它不是一個什麼紅石字會那樣的愛心組織 不是的 好 那你交給他之後 再由他回過頭來採購300萬到400萬美金的台灣衣材 你覺得捷克認識哪幾家台灣衣材 那請問最後他們在採購台灣衣材的時候 是由誰推薦 不就是外交部嗎 因為只有外交部知道這件事嘛 你我都不知道這件事情嘛 台灣衣材廠商也沒有在政府公開的招標網站上能看到嘛 那這不就是吃香壽壽嗎 而且這300萬到400萬美金的帳 是因為由烏克蘭單方面去購買 它永遠不會再出現在中華民國的帳上 這個捷克對不起 無法追溯 不管是人民不管是立法委員 就連什麼密不密等文件都完全沒有 就把它結束掉了 這個金流的斷點就斷在這邊了 好我今天揭露的是一個1000萬美元的案子 總而我們援助烏克蘭是1億 那如果1億美元的案子 他們都透過這種MOU的方式 有一定的比例說要回饋 而且是交給另外的第三方 那我算過總共最高 會有12億的可疑資金 這難道不是一筆 大規模應該要查一個立法委員 守護大家納稅前的天職嗎 結果現在吳釗燮大動作的來對我提告 已經公開在捷克網站上面的內容 我國的外交部長竟然連看都沒看 我覺得捷克的外交人員該打屁股 他們不知道外交的資訊刊物上面 都已經載明了嗎 只有中華民國政府還把它列為密等文書 說不讓我們臺灣人民知道遮遮掩掩嗎 到底在遮掩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整件事情是非常非常荒唐的 所以我覺得吳釗燮他第一個 他肯定要等太多 第二個呢 到底我們實際上面捐的錢 有多少進到烏克蘭不得而知 我們都力挺烏克蘭 但是我們也很關心錢有沒有到烏克蘭 第三個這個政府採購 他是直接回避了整個立法院的監督 那如果我們今天放過這件事情 他照樣為所欲為 只要拿到執政權的人就是王 這是民主國家的概念嗎 這根本就已經變成是類威權國家的概念了 是一種法西斯主義的復辟 所以雖然必須要挺而走險 可是我還是希望透過這件事情 能夠讓大家關注到外交部的問題 所以最後再講一下 過去我們都說邦交國都斷了 為什麼我們的外交預算不斷飆升 答案在這裡很清楚 就是因為有這樣子的 這麼多的一些暗黑的金流 大家沒有辦法查 而且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你是把錢先給捷克 捷克再回來採購臺灣的益財商 這種金流不該查嗎 所以監督錯了嗎 然後剛剛委員特別提到說 那個秘密會議 因為外交部昨天自己也發 發那個新聞稿說 秘密會議的話 通常資深委員都是這樣子處理 有問題我們開秘密會議 那秘密會議裡面抓到機密 有弊案的話要怎麼辦 你不能講嗎 一樣不能講 秘密會議的意思就是說 委員我會來跟你說明 說明完之後就算我不滿意 那不好意思啊 那一樣你出去不能講 我舉個例子來說 馬文君委員當時的錢建國造案 他發現問題了 他找了國防部來他的辦公室談 然後也向國防部確認了哪些是機密 哪些不是 然後他就把非機密的部分提供出去 因為就是他認為這個整個錢建國造 已經是一個弊案了 結果他現在呢 國防部怎麼對待他的 民進黨怎麼對待他的 用外患罪去告他欸 我這個只是被告刑法一三二條 因為他只是一個普通密等文書 他根本不是國家機密 但是馬文君委員他是怎麼被對待的 所以在電視上面胡扯說 你在質詢的時候提出來就有言論免則權 你私下討論的時候就算有弊案的話 那你再公佈也可以 全部都是bullshit 因為馬文君委員過去的經驗就讓我們知道了 就算是私下討論以後發現了弊案 公佈出來他一樣用泄密罪告你 而且告得更兇 所以根本也不用相信政府說了什麼話 是好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小新的辦公室時間 好也要跟巧新說加油 巧新很多網友都在幫這個巧新加油 尤其你可以看到那巧新就特別說 吳釗燮這次會大取其告 就是見小登上去 是不是背後有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才要用機密來掩蓋這一切 結果現在被許曉新可能挖到痛點了 吳釗燮也不可能板下臉 所以只好來進行提告 但如果是光是監督金流都被提告的話 那請問一下那立委的職權到底是什麼呢 叫什麼新鮮的各位最新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日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MINGEOD Speaks